我们只有最后的柿子啊 要把它做完 然后呢我们就三体回来 左边啊列出来这三个 这个是通着 任何状况理路上都可以记得到 但是一大部分你根本就算不出来 不晓得该怎么算 第二个呢 是很好玩的一件事情 它记完了东西也要能够解析才行 OK 或者是不管你走哪一条路 它都要能够解析 那么这个时候它的状况是这样 第三个呢 它是说我们可以把路径啊 把它变成跟T有关系的函数 那就相当于你把T看成时间好了 它就沿着时间这样子走 就可以把它全部走完 也可以 对不对 那很明显在我们刚刚算了这么多例子 算到最后一个例子的时候呢 好像有问题 到底问题出在哪边 我问你们回家好好想一想 是说它的路径不一样的时候 积分就应该不一样呢 但是纵使是这样子 哪里有说吸吐的积分 我怎么积都可以积出不同的结果出来 那还得了 那这当中一定有什么状况 请你们下去搞清楚一下 同样的鼓励你们是 回家立刻就搞清楚它 你越早搞清楚 纵使你回家搞不清楚 但是不要忘掉 你已经把这些东西看完 比如说什么叫做可解析 为什么这个定理二可以这个样子 你回过头去翻 回过头去思考 这个东西就变成 因为等我这个 待会儿这个事实讲完之后呢 我们就进入一个很重要的主题 它告诉你 这积分在某些状况下面 非常简单 OK 但是不要小看这个简单 后面都要根据这个简单 我们根据简单的东西 build up 一个很高超的技巧 技巧告诉你 简单到不得了的地步 那我们来看看 下面的这个东西 这个叫ML in equality 你看我们很喜欢讲 quality 你看看 记不记得 我们上次有讲到一个 equality 叫做什么 Z1加Z2的绝对值 一定永远小于 等于Z1的绝对值 再加上Z2的绝对值 对不对 因为在XY平面上面 表达了任何一个Z呢 可以类似向量一样的表达 Z1 假设这个叫Z2 那么两个箱加起来 就变成这样子 这个是Z2 那么这个是Z1 再加Z2 那看起来就废话嘛 当然除非这两条是平行的 否则Z1加Z2的长度 永远比这两条的 个别的长度加起来短嘛 所以那个就跑出来 对不对 但是写这个比较惊人嘛 看起来比较高级一点 对不对 你来这多写几个更高级 对不对 OK 今天我们要讲另外一个 inequality 我们有个积分 Z 的线积分 我们去计算 积分完之后的绝对值 也就是这个面积的绝对值 OK 因为面积可以正可以复 对不对 它永远小于等于一个M 乘上一个L L是什么 the length of C C的长度 M呢 a constant 你看 FZ的 任何的 一个值呢 通通都会小于等于M 好 这什么意思 看起来很恐怖 但是呢 还有一文不值 我们不是说啊 假如说我们这边有一个平面 是复权 求说我上面有一个附近 这条路径上面的每一个点上面呢 有个函数 相对的有个函数 我们对这个函数 积分 对着路径积分 就是这个意思 等于什么 因为我们把它分成N片 宽度 称上高度 N片加起来宽度 从头加到尾 刚好 它的长度 长度是没有 高度呢 有大 有小 有大 但不管怎么样 你要是找到一个比它最大的还要再大一点 或者就是大的 那相当于你去计算的面积是这么大 对不对 那那个面积是不是比原来面积大 简直 不然的话你要比它怎么样 所以呢 顶多上面这个是平的 跟它一样 否则 它永远小于等一 这样 对不对 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你任何个面积的 一定会小于等于 这个 线的 它是弧状 你要算弧状的总长度 因为你把它切成N等分 也得算弧状 对不对 陈上 它 比它来得大 为什么加绝对值 因为我可以从这边积分过去啊 或从那边积分过来 从这边积分过去 它就变成负值 从这边积分过来就变成正值 怎么样 我都是算面积啊 所以我取个绝对值 永远会小于它 这个叫ML inequality OK 我们来 看那一题例子 好不好 放心 我跟你讲 我待会呢 讲下去的 那个整个section 概念都非常简单 我跟保证 讲完之后 你要把它忘掉啊 都很难 因为当我讲了一个总统的时候 你会觉得老师啊 今天白上 这个东西还要上吗 这必 都对嘛 只是我写出一个方言设出来 对不对 这个还需要我 不需要 需要上的是这几个东西 但背双这几个的概念 下一个section变得很简单 OK 好 我们来看看啊 算 这个Z 我们现在走了路径呢 是这样 我画在 OK 我沿着 向对角线走上来路径 那我们来看看 这条路径的长度是等于多少 L等于多少 E的平方 加1的平方 加1的平方 开更好 更好2 对不对 Z平方 Z平方 Z平方我们取个M值好了 M值它不是要大于等于 绝对值FZ的 正方嘛 所以我们目前看起来 最大值就是E的平方 E的平方就是E啦 所以最大值就是E啦 对不对 是不是E的平方 Not necessary 因为是E I加上I E的平方加E的平方 OK 我们来看看 这会变成什么 这个是Z的平方 所以是X再加上I Y的平方 这会等于什么 X平方减掉 Y平方 再加上I 两倍的 2XY 对不对 但是呢 它的最大的数值 大概是多少 各带进去E嘛 对不对 各带进去E 所以它是不是会等于 开根号 X平方减掉Y平方的平方 时数的平方 再加上虚数的平方 目前看起来最大就是E X跟Y都是E E带进去等于E 减掉E带进去等于E 所以不见 第二项E带进去 E带进去是2 2的平方是4 4的开根号等于多少 2 对不对 所以F上来是L2的根号2 那我们来积分看看 那积分呢 我们可以用Step 一步一步来 Step1 Step2 Step3 最后Step4 Step1 把C用一个Z等于T来表示 Step2 把Z等于T去直接求它的V Step3 把F里面的Z呢 用ZT来表示 Step4 直接求F Z用ZT来表示的这个 Z T的对V分之后的积分 然后从开始的位置到末后的位置 算出来就是你的答案 大家做做看 算出来的答案呢 刚刚好等于多少 3分之2 根号2 因为这边是2的 根号2 所以它只有 这个M乘上L的1 3分之1 确实比它小 OK 所以这个是很简单的部分 好 下面呢 我们要教的呢 是一个定理 很重很重要的定理 高区 integral theory 又是高区 OK 它说 假设 我们有一个 FZ 的积分 它是什么呀 OK 那这个东西呢 大部分 它都会depends on pain 但是有些时候 它不会depends on pain OK 这个是一个什么样 很复杂的 situation 那么 假如说 我们就很想问一件事情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积分呢 跟路径没有关系 will not depends on the pain 那么 这种状况 是很重要的 你就是前面的积分 我讲了这三种 你有没有发觉 我们做个老半天都在做第三种 那第二种到底是什么 好像有点忘掉了 对不对 所以呢 我希望呢 大家回去呢 除了 复习积分的基本形式之外 复习这个怎么算之外 搞清楚这个是什么 OK 请大家去搞清楚 把课本上面的语言 因为它告诉我们 大部分的积分都跟路径有关系 但是 跟路径没有关系的 常常是很重要 你看 就像我们的力学 牛的力学 讲了老半天都在讲保守力的东西 这偶尔会出现摩擦力啊 什么的 这个样子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保守力很重要 那在这边也是如此 OK 那什么 考虚 Integral Fury 重要是什么样呢 它在讲一件事情 请注意 If FZ 积分里面的 FZ Is Analytic In a domain 假设在D里面呢 它是一个什么样 可解析的 And D呢 Is Simply Connected Then Numma The integration The integration Will Not Depends Depends On The Choice Of path Betw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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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iven Points 这个时候它讲的很重要一件事情 假设FZ本身在这个D里面 是可解析的 而且D呢 一定要是一个很简单 Connected的 的一个 D 这很简单 Connected的第一 我嘛不知道 我们待会儿来看看 基本上就每一个点 两个点 都可以用其他的点 化成虚线之后连起来 一定要这样子 那么这个时候的积分呢 就不会跟你所选择的路径有关系 记住 你两个点 一定要在这个范围里面 OK 请大家记住这句话 那么现在呢 我们想介绍几种 所以我这样讲起来 可以左边的第二个积分 一的那个 大家有没有一点了解 会越来越了解它的用意 OK 好 我们来介绍第一个 A simple Closed Path 什么叫做一个很简单的 密闭的路径呢 它的意思就是说 A clue That Does not Intercept Or Touch Itself 好啦 我们来看看 假设这边有个路径 这个是C 这个路径有没有互相交叉 有没有互相触碰 所以这个是个simple 假设这边有个路径 OK 这边 他就 我画得太丑了 我重新画一个 绕到后来都已经忘掉 你怎么绕了 一般来说我们怎么定义 绕的这个密闭曲线的里面 你怎么定义 你怎么定义 你沿着路线走 左边就是你的里面 你一定逆时钟走 但走到后来你根本就忘了你到底是逆时钟还是凡时钟 你看看 我这样走 逆时钟 到这边又好像变成顺时钟 然后又来对不对 你根本搞不清楚哪边是 我告诉你呢 左手就是你的 里面 左手边 所以里面呢 一定是在这边 这个是你的里面 你的里面 你走的里面 OK 这也是simple 好 这个呢 这下麻烦了 他有交叉 本来这个是在你里面 走到外面之后呢 你里面变成在哪里 就整个外面去了 无穷大的一个外面 然后又要绕回来 到这边呢 里面又变成它 那你告诉我哪边是里面 哪边是外面 你搞不清楚哪边是里面 哪边是外面嘛 所以这个 不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 另外一个 这学你们课本化的 OK 这个走到这边 这个交叉现在就麻烦啊 交叉是你寻着原路回来呢 还是你跨到对面去 你根本就搞不清楚状况嘛 那个点 有好几种可能性啊 not simple OK 那叫做 a simple connected domain b 它指的是一个domain 一个负便 一个负便 平面上面的一个domain that every simple Closed Path In地 Inclosed Only Points Of地 也就是说假设你画一个简单的路径 Simple 但是Closed 它里面所包含的 Inclosed 里面所包含的点 全部都在D里面 全部都在D里面 那么这个时候的D 就叫做A Simple Connected Domain 我们那时候一开始不是讲说 Connected 是什么 有一好多点 但无穷多个点 你要是一个面上面的无穷多个点 我不管它三七二十一 我找到两个点 那我当中都可以找到其他的点 用怎么样 片段式的连接 连接起来 每个点都是这个Domain里面的点 它现在更要 它告诉你 简单 画一个密闭的路径 我从这个出发 回到这个 所以我不管你怎么样 你一定要怎么样 这个时候我就不需要Connected了 对不对 我只要在这边 画一个 它里面所包含住的点 一定通通都属于这个Domain 那我们前面在讲的很重要一件事情 你说FZ怎么样 在这里面 一定每一个点都可以解析 所以就代表一件事情 你假设有个路径 这里面每一个点 都一定要在D里面 而且对FZ而言 全部都可以解析 你不要有个点解析 那就麻烦 OK 那就麻烦 好 记住 这个名字叫做 A Simple Connected Domain 什么叫做 Connected Domain A Simple Connected Domain D Multiple 不是Simple Connected Domain 通通叫做Multiple OK 比如说 这我一个Domain 你要记住 我们Domain 有没有边界 边界哦 你会有个区域 我把边界用虚线化 你的点都在这里面 这是什么样的Domain A Simple Connected Domain 再来一个 甜点圈一样的Domain 这种呢 比如说好了 有一点 然后我绕一圈 绕一圈 绕一圈里面的所有的点 当然也包括这边的点 但这边的点 又不是属于你这个Domain 所以 这一圈就包含着 一些区域的点 不属于你这个Domain D的 这种叫做一个什么 Multiple Connected Domain 这叫做Domain Doublet Connected 那我可不可以说 都没有一个大的Domain 但是里面有两个区域啊 不属于我 可不可以 可以 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叫做Triplet Connected Domain 因为呢 我可以做一个 比如说 绕一圈一会儿 就这里面 所包含着的点呢 包含这两个区域 这两个区域 又不包含在你的Domain 里面 对不对 最多包含几个 两个啊 二加一就是三个 叫做Triplet Connected Domain 我也可以选择 有个路径是这样子的 只包含着一个点 我可以选择这路径啊 什么都没有包含 对不对 所以这是不同路径的选择 它有不同的特色 最简单的就是 里面每一个包含的点 都是怎么样 属于这个Domain 这个呢 只包含着一部分 不是你的Domain 这个呢 包含着两个区域 不是你的Domain 我可不可以选择外面呢 当然也可以啊 那这下是更麻烦啊 对不对 因为在里面 会比较简单 因为 跟着我们的Caulty Indie 有关系的 因为它要求说FZ 假设呢 它在这个Domain里面 就是在这个Domain里面 它怎么样 什么Domain Simply Connected 也就是假设 这里面都没有任何Dom 没有任何Dom 没有任何不包含你的Dom 没有气泡 你要怎么变形都可以 你家的事 它并没有包含住任何 泡泡 它都是Simply Connected 假设是这样子 那么 这个时候的积分 而且你积分的路径啊 也要在这里面哦 你不能够 跑道去包含住任何东西哦 对不对 那么这个时候 它的积分就跟路径没有关系 跟路径没有关系 那不管是这个这么复杂 这个这么复杂 你全部都把它忽略掉 你只看它 两三下就慢慢摆平 OK 好 我们现在呢 来看它的定理 因为时间不多了 来看它的定理之后呢 我们非常快速的 来做几个例子的计算 这几个例子的计算 简而言之就是根本就不用算 OK 把它写在下面 Coach的这个积分定理 如果 FZ 是 Analytic in A simply Connected Domane B then for every simple closed pad see indeed 简而言之 我们画个图 假设有个domain 第一 在这 然后我们里面有一个 closed的积分路径 管你怎么画 通常都在这里头 它没有包含住任何一个点 不在D里面 也就是说 虽然说我们 只在这个路径上积分 但是这里面所包含住 每一个点的对fz而言 都是可以解析的 全部都是可以解析 简而言之 就是可以微分的 那么 这个时候 它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fz 的积分 一个积分 永远等于0 因为它不跟路径有关系 所以呢 它是跟你前后的位置 有关系 所以你跑去又跑回来 那当然等于0 对不对 OK 这个就是很简单的一个idea 那我们 先算几题简单的 我先算在 我这个图好像都画太大了 写在这边 我用黄色的b 第一 第一 这位 known singularity 或者叫 entire function OK 待会我再介绍 好 这边 今天头一次 路线 整个二点 就奇异点 OK 假设我们有个积分 exponential z次方 对z 积分 以为这个路径c 我们先 人求z在什么地方可以微分 通通都可以 对不对 有没有哪个地方不能微分 没有 它什么地方发散 无穷大的地方发散 无穷大在那边 往来站 好远好远好远的位置 我画一条线 只要这条线 不要在无穷大上面跑就好了 无穷大有没有边界 没有边界 所以 所有的空间 都是它的什么 simply connected domain 它这里面 全部都是可以微分的 你告诉我 这个积分哪个地方 0 解决了 所以现在开始有很多个积分 你还没算都已经知道它答案了 你要做的 不是转它 而是去了解它的特写 对不对 就像刚刚的 第一件事情 这个ezy 在哪一个 里面 一定要simply connected domain 有没有这个domain里面 有 你要了解它的范围 第二件事情 去看这个路径 这个路径到底在哪边 假设这个路径 包含住 比如说我取个路径 是这样子的 哇 那不行了 外面 就出了你可以微分的地方了 外面这个地方都跟路径有关系 对不对 那就不能够用我的这个式子了 假设像这个这么幸运 OK 我 所有的地方都是可解析的 我任何的路径 当然一定落在这里面 所以它积分 秘密积分一定等于 这种函数 在所有的地方都是可以解析 叫entire function 里面有什么奇怪的点 有没有 没有 就没有singularity 再看另外一个 singularity outside the contour 好了我们来看看 有一个例子 second z bz 它绕着一个 1的圆圈圈 OK 做路径积分 OK 好 拜拜 OK 那什么叫second z second z cosine的导数 对不对 cosine z的导数 我又没有记错 second z 是不是cosine z的导数 是不是 没有错吧 我错了 你要告诉我 我脑袋不太好 cosine z在什么地方 等于零 因为零分之一是 没有意义的 什么地方等于零 百分之π的地方 百分之π的 基数费 就点二分之π 二分之三π的这些嘛 对不对 n 再加上 1的二分之π n可以从 0 1 2 这样一直 一路上去 对不对 管理 不像 通通都接受 是不是这些点 全部都是奇异点 都是不允许存在的 这个点在哪边 二分之π是多少 二分之π在哪边 所以假设你画一个 x y 二分之π 第一个 n等于零 二分之π在哪边 在这边 二分之π 二分之π等于多少 3.1416 除以二 1.5 多少嘛 对不对 是不是 抱歉 不是这边 这个是x 在哪边 这也是啊 我只是讲z而已 对不对 所以只有在 这边 还有哪边 这边 对不对 不过这个是讲z 当z等于死数 z要等于虚数 怎么办 哇 那就麻烦了 对不对 那就麻烦了 总之 你积分的路径在哪里 在这儿 假设这边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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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好多个地方 都是有 七一点的 告诉我 这个路径 跟七一点有关系吗 没有关系 路径的里面 跟七一点有关系吗 没有关系 所以fz 就是second z 在这个路径上 可不可以解析 可以 在路径的里面 可不可以解析 可以 告诉我 他们的答案等于多少 0 算都不用算 听起来好简单 对不对 好 再来 这边 找空间做 我听说的 anedict function 我们已经知道 这个不是anedict 对不对 Z的complex conjugate也不是anentive 因为不然你去微分看看 它根本没办法微分嘛 不同路径得到了不同值啊 所以这个的积分 这个积分我们也把它看作一个 Z等于1的unicircle 它会等于什么东西 你可不可以说它是等于0 不行耶 它根本就完全不遵守你啊 它本身是不可解析的 管你任何地方通常不可解析的 那抱歉请你乖乖的用这个方法来做 做出来结果等于多少 二排啊 可不可以用那个方法 不行 懂我意思吗 所以这个方法很好用 这个方法很好用 这个方法是什么都适用 但什么都解不出来 OK 那我们要是可以用这个 就用这个 这个 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不是的时候 你只好乖乖的解 就这样把它解除 OK 好来 Analytically Sufficient 它是充分条件 Not necessary 但却不是必须必要的条件 我们来看一个 C呢 也是unic circle 告诉我 前方 Z是什么 它在什么地方有其一点 是不是圆点 圆点又是零分之一嘛 那有什么细畅 但是呢 路径有没有包含远点 有耶 那这个时候 可不可以用这个 高级的 Intergral Theory 不行 你就得乖乖地算 OK 你就得乖乖地算 但是很好玩啊 它算完也是零 那零是因为算完等于零 而不是因为 这个定理而让它等于零 也就是说 吻合这个定理的要求 一定等于零 但是不吻合它们要求的 也未必不等于零 懂我意思吗 这个是经过计算 不符合高级 OK 只是这个样子而已 好 再来一个呢 这次呢 对一分之一积分 一样啊 在零的这一点不吻合 那你怎么办 你只好乖乖地下去算 我们刚刚已经算过 答案等于多少 二排案 对不对 所以请记住 假设你要运用这个idea 不只是 那个方形在这条线上 可解析 它包含里面每个点都要 可以解析 但是假设你只要一般的 可以计算的 那你看看 我们管它三确定 它在这个路径上面 路径上面是又不等于零 它是可解析的 只不过它的路径里面 包含有一点零 不可解析 那你就得乖乖用 一般的算法算 OK 所以呢 我们就把这几个 简单的东西 跟大家讲 好 我们现在花一点时间 我们读一下 这个理论是对的 OK 讲了老半天了 不然搞不清楚 它是对是错 对不对 很简单的是 这个证明呢 还不能进行 所以呢 我们会证明给大家看 OK 假设FZ 它对Z的微分 记住这个Plus 对Z的微分 它微缓分之后呢 是连续的 然后呢 我们就将第一个 管理三七二三 一定是用的通式的积分呢 拿来用 照抄一次 它会等于什么 等于四个积分 对不对 第一个 前面是U的X 减掉V的Y 对不对 C 就是前面这两个嘛 U的X V的Y Follow这个路径 再加上I的部分 I的部分 U的Y 再加上V OK 记住 FZ 是Analytic Indeed OK 而且呢 它的微分啊 当然Analytic 一定要怎么样 Exist Indeed 而且呢 因为我们上面 多一个条件 它一定要Continuous 这样子比较简单 那么 它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U And V FZ FZ不是等于 U 再加上IV吗 对不对 那么它们也要怎么样 R F F Continuous Partial Derivatives 假设FZ 在D里面是可以微分的 而且连续的 那这两个也要能够微分 对不对 一定是这样子 不可能一个不能微分 另外一个可以微分 然后它在那边 还可以吻合这个条件 这是不可能 OK 那么这个时候呢 有个 Theory 给你们课本讲 它在10.4 减 请你们自己去看 这个时候啊 它的这个 U第X 剪掉V第Y 可以写成这样子 负的 Partial V Partial X 剪掉负的 Partial U Partial Y DX DY 它可以写成这个样 这个R字的是什么 C所包含住的范围 这看起来好像 Stocks定理哦 面积积分变成线积分 对不对 主象啊 面积积分变线积分是什么 是高斯定理哦 啊不对 高斯定理是体积分变面积分 对不对 好像Stopp's定理哦 OK 而且长得几乎 对不对 好 有没有听过Stopp's定理 他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好 那我们再看看 咦 我又没有讲过Caussi Riemann 没有啊 那个是在什么地方 有啦 那个是在 威风方产的时候 有讲嘛 对不对 Exact的时候 觉得Caussi Riemann 不是吗 Exact的时候 要吻合这个 要吻合这些 OK 哦 有了 又回来 Equation 也就是 U对X微分 要等V对Y微分 U对Y微分 要等于负的V对X微分 假设是这个样子 那么 这个式子一定要怎么样 V对X微分 要等于U对Y微分 两个相差一个负号 所以这个一定等于0嘛 对不对 等于0就代表前面这个要等于0了 同理可证 Similarly 后面这个也会等于0 在目前这个状态下 所以totally 前面等于0 后面也等于0 他就等于0 你们现在要回去看 假设你很想要知道为什么 去看10点4 对了 当你要这样子做的时候 他一定要遵守Caussi Riemann OK 好 假如说我们真的有个积分 有个 就是这个样子 画大一点好不好 假设 我们有个Domain 是这个样子 这个是个什么 Connected Domain 要来做一件事情 假设这边有个积分 假设这边有个路径叫做C1 这边有个路径叫C2 假如说 我的积分FZ 对Z的积分 请您注意一下 我是沿着C1 绕圈圈 它会等于什么 假如说 当初里面根本就没有这块 不可解析的 这个积分那个是什么 0 没有这块就大概什么地方都可以解析 就是0 所以假设我这边再画另外一条曲线 C1 这个积分跟这个积分 假设没有这个的话 是不是这两个积分都是0 也就是说 你只要是在可积分的 一个可解析的范围里面 我这样子的积分也是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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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它通通都等于0 那是不是相当 这个积分等于这个积分 等于这个积分 废话 通都没等了 所以意思就是说 这个东西我一直往内逼近的话 结果一样 最后逼近到不能逼近 就是谁 里面的这一圈 所以说假设有个积分 外面很复杂 只有里面很简单 形状很简单 很容易解的 那我就想办法把外面的积分 通通变成只要里面的积分就好了 你看看 我们在解这个的时候 记住这三个 它的积分里面所包含的 这个本不是可解析的函数 对不对 这个呢 可解析 但是呢 在路径上可解析 但在里面不可解析 这个在路径上可解析 但在里面有不可解析的点 那假设我画一个比较大的圈圈 不是很易 这个很复杂的 我外七扭八的 哇 就已经被他吓到了 怎么这么复杂的路径 什么都被 因为我们会这个 我只要把那个 不可解析的点 画个圈圈 这一图的这个路径 是我很在 知道该怎么处理 起码有例子可以用 所以我只要把其他的 逼近逼近来 就是等于他 这个我会解 就好了 外面再复杂了 我都不怕 所以 假如说 像那边 那一体 假设C呢 等于一个 三角形好了 OK 这个每一边的路径 都很大 一万 听起来很恐怖 这个积分 原型点在中间点 请问一下 这个积分能力 就像那外境很复杂 谁都不怕 因为他里面包含了一点 在零的这一点 他根本就不可解析 这包含零的这一点 我通通把它缩到 零 Z0E的这个圆圈圈 他也包含零的这一点 因为这两个会相等 这个我会解 两三下就把它解出来 那你就可以把复杂的东西 简化到你可以 可以做的地步 对不对 你怎么知道 我一定可以这样做 假设可以这样子做呢 我所有的积分都可以简化 简化到我会做的地方 我来做 不然我干嘛 做了个老半天 那么辛苦 对不对 就做完之后 跟你用简单的方式 做一模一样 那我就不用浪费时间 浪费空间 我怎么办 我怎么知道 我可以这样做 我们这样子想 好来 我现在要画一个图 请大家仔细看 这个是domain 里面有个地方 不可解析 记住哦 我讲的domain是这个地方 我不再画了 现在的积分呢 是沿着C1积分 C1是绕外面 这么一大圈的 现在我们要做一点手术 我们随便管他三圈的事情 拿刀子把它切了 切了之后变成 变成两个路径 第一个 沿着这边跑 绿色的 从这边跑 跑到这边回头 跑下来 跑到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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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头 跑下来 对不对 他有个绿色的路 第二个 我要黄色的路 在这边 让他跑 跑到这边 绕进来 跑到这边 绕过来 跑到这边 绕下来 跑到这边 绕上去 你告诉我 我沿着绿色的 绕了这个路径 我路径上面 可不可以解析 可以 我里面可不可以解析 可以 所以是不是 我的这个积分 绿色的这个积分 是 C1 等于这样 他等于0吗 我上上线是红色的 红色的路径上 FZ都是可解析的 他等于0吗 他等于0吗 我上线是红色的 没有错吧 好 我们来点 分解东西 我将它分解成 外面的这一条 C1 1 里面的这一条 C1 2 绕圈圈的 这一条 C1 3 这条路径 C1 4 那他 四个积分 对不对 第一个 C1 1 第二个绕过来 C1 2 第三个绕过去 C1 3 第四个绕过去 C1 4 对不对 没有错吧 我会把红的 切一切 这一段 叫做C2 1 绕到这一边 C2 4 我故意变好 这一段 叫做C2 3 这一段 C2 2 我可不可以这样子 可以啊 那我是不是变成四个积分 好来我们按照这个顺序排 C2 1 我写在这边 C2 2 在这边 对着 这个 C1 3 在这边 就等于C2 3 我们两个对应嘛 这个C2 4 反正两个都等于0啊 我们来相加起来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我就把它加起来嘛 0加0等于什么 这谁都会啊 简单 C1 1 加C2 1 C1 1 加C2 1 等于谁 等于C1 我把外面这个叫做C 啊对对对 等于C1 C1 2 加C2 C1 2是这样积进去的 C2 2是这样积回来的 路径上 是不是都是可 可解析 4 它的积分值跟谁有关系 其 开始跟结束 所以这段积分会等于 这个点的值 减到 这个积分会等于 这个点的值 减到这个点的值 两个一相加 故乡抵消 扣掉了 变成0 对不对 同理可证啊 这一段呢 这个积分过去 也等于这个积分回来啊 因为我这两条路径都非常非常扣近它 非常非常扣近它 长度都一样啊 点都一样啊 是不是这两条加起来 又等于0啊 太爽了 OK 最后面这个呢 这两条加起来变成什么 C2 不过是逆向 我们在那边画的是这个方向 对不对 这两个相间等于0 是不是相应 来 所以你只要动一动手术刀切一切 大功告成 你看看 这跟小朋友玩玩具 玩那个黏土一样 动切块 C切块 答案就跑出来 多爽 OK 请你记住一下 我的C2 未必 一定要沿着 里面的边界跑 我可以沿着任何一个地方跑 我只要 把它切开来 就好了 所以我才会说 假如说有机会 复杂 沿着外面跑非常非常复杂 你不晓得应该怎么做 但是你会做另外一个 包住它一个简单的积分 我告诉你 这两个是一样的 那你就选择一样的 简单的做就好 干嘛去选择复杂的做 选择课本已经有立体 帮你解完了 你干嘛自己去做个老半天 对不对 一次就把它解决掉